江蘇、蘇州一間家具廠 江蘇、蘇州一間家具廠 近日復工之後 不是專注追回產量 而是搞了一場接吻大賽 疫情之下 為何還要搞這麼親密的行為 參加的人有一部分 是常理夫妻、情侶 這個疫情讓大家很壓抑 在工作當中就不能放鬆 不能放鬆心情 就容易出現生產事物 就搞了這樣一個 能讓大家開心一點的 結果也有 不過做法又會不會不太衛生 講到合情合理 不過輿論就不太收貨了 《新京報》發文批評工廠 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 舉辦錯誤的活動 而且竟然和安全生產掛鉤 令人無語 網民也批評負責人 將低俗的東西當成有趣 甚至有人想介紹 偉精神科醫生給他這樣說 也有人說 新型肺炎可以醫 不過腦殘就不可以醫了 按摩